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芭比娃娃一个流行造型系列 它呢,可以通过这个玩具组去给我们芭比娃娃的衣服 制作出非常闪亮的一些点缀 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就是我们做好了芭比娃娃的衣服 比如说呢,这里里面有三个这样的裙子的套装 你呢,可以通过我们附带的玩具组里面的一些小工具 让我们的衣服呢,变得更加的漂亮,更加的顺利 适合于我们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然后也是我们的Matea公司生产出来 我们拆生开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芭比娃娃 然后我们芭比娃娃呢,可以让她穿上我们玩具组当中附带的那些三个小裙子当中的一个 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我们的给她自制,我们衣服的点缀之旅啦 我们的芭比娃娃呢,也是非常可爱,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里是穿着这样的一件黑色的套装 领子呢,是带有这种亮片的一个领子 然后脖子那里呢,是有一点点接近于透明的黑色 也是非常的性感,非常的漂亮 穿着一双非常高的亨天高 然后鞋子呢,也是非常的好看 呃,带的是红色的一双高跟鞋 旁边还附赠的是我们两套裙子 一套呢,是我们这种荧光绿 这个荧光绿呢,本来我以为它是一套这样的连衣裙 但是我打开了看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它是一个可以分开的裙子 也是不错,非常的好看 同时呢,它旁边还带着这样一个黑色和白色相间的这么一套工作服制服装 然后也是非常的得体,剪裁 我手上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些模具 然后通过这个模具呢,你可以做出非常多的一些亮片的一些造型 可以在上面呢,贴着我们这个模具 然后呢,再把它刮一刮 刮一刮可以让它贴得更紧实一点 然后再把它撕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在上面贴上我们这个特殊的一种胶水 然后它也是附在我们的玩具组里面 然后再撒上我们的亮片 再把多余的亮片扫掉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服装就会做好来 然后这里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模具在这里 比如说这里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小珍珠 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斑马和我们的豹纹 你也可以给它做出这样的一些设计 在用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把它剪开来 也是非常方便于你在之后的过程当中更方便的去运用它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的 它是用来一个刮和一个按压的一个用处 这里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成衣板 这个成衣板呢,你可以把衣服放在上面进行一个刮的一个动作 然后它也是非常的方便去做 这里呢,附带的是两个这样的一个亮片 一个亮片呢,是亮粉色 另外一个亮片呢,是银光,呃,银色 也是非常绚丽的两个亮片的颜色 你可以直接把它涂在上面 啊,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有露出来的一些些在我的手上 然后可以把多余的,不需要的呢,就通过我们这个小刷子给它扫掉就好啦 嗯,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玩具组 玩具套装 芭比娃娃流行造型系列 自制服装 闪亮点缀 希望你能够喜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大拇指向上的赞 可以给我们的视频呢,进行一个订阅 这样的话呢,更多更新更好的相关视频 你都能及时的收看到 也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捷 视频的下方欢迎你能够留下你宝贵的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